接下来是由资深媒体人 芝加哥时报主编李祝华所带来的最新时事观点评论 李祝华观点 不判死刑就是矫情 道格拉斯高中枪杀案凶手背叛终身监禁绝非人道 曾经轰动全美的2018年佛多里达州 道格拉斯高中枪杀案杀死了17人 并使另外17人重伤的校园枪手 尼古拉斯·克鲁茨经过陪审团两天的审议后 做出了决定 凶手不被判处死刑 仅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这个决定对受难者家属而言 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此前陪审团曾表示 因为有三位成员认为凶手有精神上的疾病 基于人道的精神 所以他不应该被判处死刑 在古装宫廷戏《甄嬛传》中 华妃娘娘有一句经典台词 贱人就是矫情 如果套用到这一桩 惨劫人寰的杀人案 陪审团员不判处凶手死刑 当然就是矫情了 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 为死者与家属们声张正义 如果这些家属有向前看的可能性 那么陪审团就应该让克鲁兹以死赎罪 陪审团员太不会将心比心了 如果死者是他们的子女 他们还能够做出那样的判决 我们就可以佩服他们了 否则他们就是矫情 克鲁兹承认他造成了 道格拉斯高中的大屠杀 他是冷酷无情的 几乎没有后悔的迹象 虽然去年他确实在法庭上说过 我为我所做的事感到非常抱歉 枪击发生前 他拍摄了一段 令人毛骨悚然的手机视频 视频中他讨论了自己想要杀死 至少20人的愿望 显示出他的预谋和对生命的漠视 2019年检察官拒绝了克鲁兹的辩护提议 并要求判处34次连续终身监禁 在克鲁兹承认了17项谋杀指控 和17项谋杀未遂指控后 他们坚决要求判处他死刑 但克鲁兹的辩护律师称 他的生母在怀孕期间大量饮酒 他患有胎儿酒精普系障碍 导致他行为不稳定和暴力倾向 如果这样的理由都能够让死者不必偿命 那么以后所有杀人凶手 都可以用同样的理由脱罪 这次的结果让人想起了2015年 科罗拉多州奥罗拉电影院 大规模枪击案的死刑陪审团 做出的终身监禁判决 该枪击案造成12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在那起案件中一名陪审员表示 坚决反对谴责赫姆斯 因为他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另外两名陪审员和他一起反对死刑 最终詹姆斯·赫姆斯被判处 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看来以后的杀人犯只要以精神错乱 并非他自己的过错的理由 就可以不必杀人偿命了 这个世道真是太不公平了 就明白了 这一段时间就不用解决了